最近网上很多消息都爆料肖战参加今年的米兰时装周 一些媒体在网上夸赞肖战惊人的秋分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舞台体验 现在网络上充斥着这样的消息 浏览量轻而易举的过意却没有官宣 近日芒果台官宣了一个好消息 肖战接受了大眼品牌Gucci的邀请 会出席海外时装周 据芒果台宣布 肖战的海外时装周已经冰档确定下来 肖战搭档恩师李宇春和童书品牌大业人的妮妮一起出席米兰时装周 除了这几位大咖 芒果台给出的名单可谓是大万营集 蔡西坤 胡歌等都仿上有名 TOD总监亲自分享了这条希望和肖战合影的意思 据书图上肖战拿的这幅画也是这位总监亲自画的 肖战在娱乐圈几年来几经浮沉 终将百炼成钢 肖战是个有影响力的偶像派实力派双派演员 更是优质偶像 肖战现在的状态可谓一直是前往无真信息 如今终于有官宣信息确定下来 粉丝们也跟着高兴 看来肖战和白百合的新剧娇洋帮我拍完了吧 记得前几天还在网上看到一组动图 片场休息时肖战抱起白百合转圈圈 被白百合打了一拳 被全民推上了热搜 越努力越幸运肖战和所有喜爱肖战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加油吧